那叫水多目飘 这个人在事实过后就会比较稳定下来 那么金如果遇到水太多的话 比较不容易了解 你以为你很了解他 实际上还是一个很多的问号 有时候你们的身边看到朋友 今天好好明天自杀 觉得奇怪吗 你赶快拿他八字来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 都是比肩在作怪 那么这个就说 还有一点是注意那个字透干 丑味比肩透干 透干就是他的八字里面 他的八字我们看到 那个比肩透干 像这样子叫比肩透干 丑和味比肩透干 透干 透出来 叫比肩透干 比肩透干 是非不断 这是古语老化 所以比肩 如果下面有比肩 上面还有比肩的话 很多是是非非的 那么比肩 那么比肩通透呢 我的年比肩通透 那么家里的四非多 我的月比肩通透 兄弟姐妹的四非多 我的识比肩通透 那外面的朋友 或者跟儿女 跟儿女也有是是非非的 也有的 有的 不是没有的 所以比肩坐下呢 夫妻就是非多了 就因为这样 我们说会离婚 就因为这样会离婚 所以 一生 一生是非 不是半生 是一生 一生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要去找 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 你要在这个问题里面 寻找答案 那就很难 我不知道你们 知不知道中医 中医有一句话 叫做不治已病 治未病 哪里生病 眼睛 这边生病 他不治这里的 他一定是治其他地方的 那叫高明的中医 好像头痛按这里了 这是高明的中医 不治已病 已经病了地方 他不治 治未病 还没有病的地方 那现在的医生呢 哪里痛 这边打针 我就有被打过 因为每次用电脑 对吧 用电脑就有监忠研 哪里 这边 这边 按一下 对不对 对对对 真的 六个月不痛 没用 他们叫麻飞 不懂是什么飞 你说他不灵 他还是挺灵的 六个月你好睡 六个月过后呢 他门开来 找我 来 中医 没有啊 中医 我就遇到一个中医 但很奇怪了 我这边 我这边痛啊 他推我这边 我说不是 是这边 他说点点啊 一下 好了 哇厉害 那个也是厉害 但是因为你每次都写嘛 每次都写 每次都写 没有休息到 所以就会这样子 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 八字也跟中医一样的 他既然是 这个笔尖透干 是不是 一生当中是非多 你就不要再看他的八字了 你看来看去还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 你就要寻找 解脱是非的人 最厉害 除是非的人是谁 对我来说 是佛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 有可能是鬼竟 鬼满东 我不懂是谁了 是主啊 那也可以啊 是耶稣 也行啊 耶稣不怕是非的嘛 对吗 所以就看你本身自己 到底是相信什么了 你相信祖先 祖先能够除是非 那你就祖先了 拜祖先了 明白吗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 但是除是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在如果还是要研究在风水 他哪里除 他哪里有是非 一生是非 一生是什么 命哦 对不对 不可能是运的 一定是命 说你的一生就是你的命了 运从来没有用一生来代表的 运只能说十年 今年 这几年的运 没有人说这几年你的命 那这几年没有什么 一生 那么既然说到命呢 你就要注意运 运是看哪里 看他的十年 十年的运 如果十年的运 能够把他的笔尖 能够把他的笔尖 记住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们要写在你们的 你们的课本 如果我们是说笔尖透出的 笔尖透出 八字有笔尖 长竿有笔尖 然后笔尖又透的那种 他要除掉他的问题 除掉他的问题 一定要用什么 一定要用笔尖所刻之心 你们也可以写成我刻 只要遇到我刻的那颗心 我刻的那颗心 那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所以我刻是什么 财心对不对 所以就有这么样的一句话 有钱能使 鬼推磨 有财能使 莫推鬼 所以是非 十之八九 都是钱财 对不对 新加坡也有 很有钱的人 也是因为一些东西搞到乱七八糟 你说他没有钱 不是钱的问题 钱有 为什么还有是非 是不是 不要讲太多 等一下上法庭就惨了 大家知道就好 所以有钱能够使 鬼推磨 他是那么有钱的人 为什么还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闹到是是非非呢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 绝对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记住 只要你的大运 是我刻之心出现 哪怕是你的寄生 都能解决 都能解决 所以刚才 刚才这个 是不是 就标准了一生 一生怎么样 赤肥 那怎么办 能解决 这个时候来了 是不是 这时候来了 财新嘛 所以你那里还可以说他 哇 碎啊 你看 水晶 倒霉 你这十年倒霉 哪里可以这样看 他反而现在 无忧 无忧无虑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那么拼命地去赚钱 人会因为钱赚钱 可以赚钱 而听到你们这些师父说 哇 这现在是我赚钱的好时机 是不是应该把是非给放下 他一定能放得下的 一定能放得下的 不管现在多气你 不管夫妻两个 吵得多厉害 头奖是你的老婆 买的那个号码 一百大一百小 老公自然而然 就心就慢慢 笑了 五十万 你怎么买的 那女人完了 女人就是那种 那种动物 你不是跟我吵架了 两下子 又好了 女人心比较乱 男孩子没有了 所以 不是叫你去买马票 不是 只是说 遇到这样的情况 笔尖哦 笔尖出来哦 那就很好 OK 好 那么直接的 我们现在的大运 我们的大运 克什么 所克的那个心 现在你的大运是什么 木 土 火 心 水 不用紧 看你的木 是什么 看你的现在大运是什么 很简单的 很容易看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要分清楚 上五年下五年要分清楚 好 比如说这个水 水克什么 水克火 对不对 水克火 那么火是它的什么 硬心 是不是 硬心是火 对不对 是它的喜还是记 是它的用身 不可以克的 不可以克用和喜 我现在走的大运 不管是什么 克的是什么 我的用和喜 那就是不好 所以看到吗 硬心是它的什么 用神 对不对 也是它的硬 对不对 硬是不是贵人 所以它这一次 没有贵人 没有贵人相助 要赚钱都要靠自己 那么它来告诉我呢 我现在有一个朋友 要拿五万块给我 五十万给我 五百万给我 要让我做什么 不可能 这肯定是个骗局 你哪里那么幸运 没有 真的 我那个朋友 从小跟我玩到大的 那你去 去了之后 记得留电话号码给他 他一定会打给你的 被骗了 所以我们说 不是不发 是时辰未到 不是不报 很容易看的 是不是 第一 我现在走什么运 五年 你们一定要分得清 上下五年分得清 第一 我走什么运 第二 我这个运 十年的了 我这个运 克什么 第二 第三 所克的东西 是用神和洗神 那就不好 倒霉了 小心 做东西要谨慎 不要问我贤神 记神 仇神又怎么样 这种是最stupid的问题来的 不要问我这些 克你的用神和洗神 那就是衰 就是不好 那克你的仇神和记神 那不是好 多病 不是一样吗 毕端要求 不要求 也是这样吃 从我专家里讲了 OK 明白啊 这个是很快的 很快就可以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师傅啊 你看我的命好不好 我在看什么 就是在看这个 现在走木 木 木刻什么 木刻土 土是他的 祭神 不错诶 但是你要快 你不要慢 初学的人 看八字 最好是遮住脸 因为你的眼睛会飘 会动 有些动还不用讲 还可以原谅 他还出声音 不好 然后跟谁学的 我学的 又老鬼了 所以 有些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 告诉你们 拿出人家八字 要记得那个五行 对不对 他现在大运在走什么 然后刻什么 有时反不过来 你就站那边 这个是假的 金刻木刻土 土刻水 在背 你就假假这样 但是不要摇 摇就不对了 OK 好 记住 那么男命 几土 女命 几土 又不一样 男命 几土 不怕老婆 风流 不可以 因为男人 你说他风流 他不承认的 你说他多情 比较好 多情 那么女人 女孩子 也是风流 你看清楚 帮夫 女命 几土 代笔尖 是可以帮助老公的 帮助 帮助老公的 可以帮助 他的丈夫 怎么样 创业 可以帮助 他老公 做事情的 但是这个 并不是告诉 并没有告诉你 是在日 哪怕是在日 会不会帮夫 会 会的 所以女人 八字 日 有比肩 也是帮夫的 也是会帮夫运的 哪个男人 喜欢女孩子 差他的 他的事业的 十个 我看有 三个喜欢 七个都不喜欢的 后宫不可以理正 什么死人讲的 这句话 对不对 所以 大多数男人